嗨 大家 這裡 招呼SanSan 以前呢 我一直有跟大家發一些動態向我問一些問題 這些視頻我其實並沒有歌 我真的有去拍啦 亦達跟我很早就認識了 而那天晚上我們就一起錄了一支Q&A 可是誰知道麥克風完全沒有收到任何音 啊 不管怎麼說 那不管怎麼說呢 今天我們終於可以來一次這樣的Q&A啦 我發現有一個問題大家的關注度特別的高 那就是 該怎麼學習英語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有一個更適合的人選 今天我給大家一條學習英語的建議 那就是說你高中的時候一定要把英語學好 那我要跟你們說的是 我一開始其實也是看不懂油管上這些資源的 興趣是最大的老師 沒有別的了 首先我覺得持之以恆的觀看 輸入你能理解的內容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我看一些科技類的視頻 雖然說很多詞我聽不懂 但是我看了很多的視頻之後 我就會有一些詞它漸漸的就會印到我的腦子裡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從你腦子中理解成一個中文再輸出出來 如果你看很多你完全聽不懂的東西 完全不理解 那你看再多也是白搭 要把它轉化成一種有效的輸入 而不是無效的輸入 這個對我個人是這樣子 我覺得是一個蠻野路者的方法 大家覺得有用的話可以去嘗試一下 如何才能厚著臉皮拍vlog 如果你對於這個視頻有迫切的想法想把它完成 那麼相信你對著鏡頭的尷尬不會成為一個最大的阻力 最大的阻力往往是你的拖延症以及懶惰 如果你要克服它的話 你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熱愛以及動力 為什麼最近不搬運視頻了 唉 對 我的UP主生涯可謂是由這些搬運 由這些油管大佬所把我這個頻道養活了 那我為什麼要放棄這樣大好的一個長粉的機會 不繼續搬運而停止更新了呢 那我的答案是這樣子 看這是我當初的夢想 我想拍vlog 我一年前我是在這裡 一年後我到了這個位置 雖然說我靠搬運我獲得了很多的粉絲 但是我視頻製作的技巧和vlog的水平 視頻質量也並沒有獲得同樣的一個增長 這就是問題所在啊 所以說我決定停止搬運視頻 你掉頭髮嗎 我掉頭髮非常非常嚴重 那是我去年的暑假 基本上就是兩天睡一覺 然後持續了差不多兩個星期之後 我有一天洗澡的時候發現我掉頭髮掉的太猛了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這時候我就意識到事情有點不對了 睡眠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千萬不要像我那樣熬夜 星宇她說到成就真的和家庭有點關係嗎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想不到他們輕鬆想到的東西 我滿腦子都是書本上的知識 但卻自己什麼都不能創造出來 我對這條評論是這樣的看法 金錢和一個環境 確實是對於你想做的事情存在非常大的影響 在過去在我們還是小孩的時候 對這些真的是沒有辦法改變太多 但是轉折點在於現在當前 我們能接觸到很多過去沒有辦法接觸到的 想都不敢想的一些東西 比如過去人們製作影片 他們需要膠卷 需要昂貴的設備 需要很多人 需要很多燈光 他們才能拍到一個電影 現在我們只需要手中的一部手機 就可以製作出一部不錯的影片 我們其實現在擁有著許多觸手可擊的資源 只要你想做的話 你基本上一切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去學習 並把它變成你自己的東西 如果你找到了一件你想做的事情 這是你的目標 而你現在在這個位置 你要達成這個目標 你要做的方法 你就是一點一點一點的朝這個目標努力 那麼在這個視頻的最後我想以這件事情為結尾 那就是前段時間我去了一趟深圳 見了一個我很好的初中同學 而事實是那天我們過了一個非常美好的一個下午 就是如果你給剛入學的自己一個建議 你會說什麼 那其實就是多去嘗試新的東西 因為大學是你最寶貴的時間去 零成本的嘗試不同的行業也好 新鮮的技能也好 你的興趣還好也好 因為當你錯過大學四年之後 你再去想去嘗試一件新的東西 其實會花非常高的時間和精力還有金錢代價的 所以說剛入學 瘋狂的去嘗試新鮮的東西 想做什麼就去做 對想做什麼就去做 謝謝 拜拜 而在回去的路上我發生了一起車禍 我坐的一個順風車在高速公路上 和前面的六輛車發生了一個追尾 但好在我們乘客我司機都沒有事情 就是車撞到了 我們總是會有很多想追求的東西 總是對現狀感到不滿 而在那天發生車禍之後 我發現我自己沒有受到傷害 一切都還好 那一刻我感覺到那句 Life is fantastic 的真正意義 能夠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好的 雞湯就到這裡 這裡是233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естно Sixt 希望